1991年3月 河南周口开张不到一年的 莉莉时装店倒闭了 欠债累累 登门锁债者如云 直接将老板姚永兴 逼置到悬崖边上 亏得嘴巴凌厉的妻子杨莉莉 挡在前面 赔尽了笑脸 说尽了好话 这才算暂时打发走了 众多的讨债人 一筹莫展的姚永兴哭丧着脸 蜷缩在三人沙发的角落里 绝望地安生叹气 哎 叫我怎么偿还得起这笔债 杨莉莉瞧着恩爱的丈夫 痛苦成这样 像是浑身插满了尖刀似的 心疼难尽 当初要不是自己怂恿 鼓动勇心辞职 夫妻双双 怎么会辞掉称心如意的工作呢 即使是借款开了时装店 那也得稳扎稳打 一步一个脚印走才对呀 可是自己偏偏经营不善 上当受骗 不到一年就濒临绝境 还唠唠的欠款十万元的下场 杨莉莉的心在流血 除了心痛之外 她毕竟还比丈夫多了懊悔 内疚的成分 她颤声安慰着丈夫 佑星 别急呀 天无绝人之路 我们再想想办法 神穷睡尽了 还有什么办法好想啊 姚永兴绝望地说 我看唯一的办法 就只能去跳楼自杀了 不许你这么说 杨莉莉白了丈夫一眼 将头倚靠在丈夫的肩上 蜿蜒相劝 你想开点啊 是我闯的祸 我来收场 我想着 店死了 人活着 办法总会是有的 姚老板望了望妻子 俊秀的脸 不相信地摇着头说 怎么可能呢 你到哪儿去 弄这么多钱 是啊 从哪儿 找到偿还债务的办法呢 杨莉莉与塞了 十万元 那是一颗 近乎天方夜谭式的 天文数字呀 按照辞职前夫妻 两人的收入 即使一辈子不花费 也仅仅就是 她的二分之一呀 杨莉莉坐到了 梳妆台的前面 双手掩面 陷入了苦丝之中 镜子里出现了 一张俏丽的脸蛋 这是一张年仅 二十八岁 聚于成熟的 少妇脸蛋 她忽然想起来 曾经有多少 熟识的男子 追求过这张 令人销魂的俏脸 有个要好的小姐妹 还曾经细言道 安逸呀 你这个大美人啊 要是到了广州 深圳去走一趟 保准你能快速 重营万元户 我跟你说呀 你可千万别浪费 这张令男人 销魂的脸了 杨丽丽当时 岂容别人 开这种侮辱性的玩笑呢 一连好几天 都不理睬她 她不是那种 要钱不要脸的女人 而且她知道 体肉生意犯法 她不愿意干 也不敢干 她的破产 也和这张俏脸有关 第一次去广州 进货的时候 那个小胡子老板 殷勤地介绍货员 汤凯的请客 当时是令杨丽丽感激不尽 到后来杨丽丽才知道 小胡子老板 色眯眯的没安好心 当她拒绝了 小胡子的无理要求之后 小胡子就翻脸不认人 还串通了几个服装老板 诱骗她 钻进了她们的圈套 迎视着镜子里的俏脸 杨丽丽秀眉一条 心里便有了厨艺 既然是霍起俏脸 那为何不偶 她犹豫了良久 咬着牙说 用信 我们离婚吧 这犹如当头一棒啊 姚永新瞪圆的双眼问 离婚 为什么离婚 其友离了婚 才有办法还掉巨债啊 妻子喃喃地说 丈夫惊异地叮嘱 妻子煞白的脸 莫非她神经错乱了 她使劲抓住 妻子的双肩吼着 胡说 我们不能离婚 妻子摇着头 狼狼地说道 不 决心我定了 离婚之后 欠债由我全部归还 如此巨债啊 你怎么还得清啊 丈夫疑惑地问 这啊 我次有办法 妻子搂紧了丈夫 叙述着自己的妙计 这真是应了那句啊 无奈芳心似流水 滔滔东去 不能流啊 离婚之后不久 杨莉莉就重新当了新娘 会宴在豪华的新院大酒家举行 前来赴宴者 几乎都是乘坐出租轿车的 身轴粉红色高级礼服 浑身朱光宝气的杨莉莉 紧挨着其貌不扬的新郎 笑迎着宾客的光临 客人和马路上的行人们 不时有人窃窃私语 评论哀叹着 角色美人 与丑陋新郎的不般配 金郎是服装街上赫赫有名的金百万 这次同杨莉莉是第三次结婚了 这人虽然长得粗鲁没貌相 但是这做生意啊 却是绝顶聪明的好手 被人们换作金瓜皮 与姚永心办妥了协议离婚的手续之后 杨莉莉宛如一只脱了繁龙的小鸟 急于自由自主地飞翔 她刻意修饰打扮之后 飘然而至生意场中 结识的金百万的垫钱 第二次离了婚的金老板 见了这位俏丽中套着 妩媚妖娆的美女 评送秋波 身子是立即酥了半边啊 她是大县殷企 任由她挑选中意的时装款式 杨莉莉呢 自然也是顺水推舟的笑纳 当然这个体老板 没有一个肯做赔本生意的 金老板邀请莉莉小姐去餐厅 上咖啡馆 逛舞厅 无非是想在她身上占点便宜 莉莉小姐呢 心里也是非常明白 她也娇滴滴地诗以柔情 迷得金老板是神魂颠倒 1991年初夏的夜晚 金老板约莉莉去西郊的 一家高档餐厅 吃法式西菜 她一边品尝着洋酒 一边欣赏着眼前的美人 酒后的莉莉啊 是更加迷人 脸蛋宛如一朵盛开的桃花一样 美酒醉人 美人是更醉人 起身离座 莉莉小姐两脚飘忽 她协调了一眼 金老板软语款款地说 哎呀 偷好晕啊 你扶我一下 金老板是求之不得呀 立即抢上前来扶住她 没事吧 哎呦 这儿我熟悉啊 要不找个房间 休息一下再走吧 莉莉小姐不可置否地 嗡压了一声 随之将头 倚靠到了金老板的肩膀上 溢散着屡屡相拨的秀发 那是了不得金老板的眼睛里 充满了火焰 一进到色彩柔和的房间 金老板就猴急地将莉莉小姐 紧紧搂在怀里 混杂着嗆人烟味和酒气的嘴巴 直往樱桃小嘴上就贴呀 莉莉小姐呢侧过头 不让她吻 却媚态十足地说 叮呀 讨厌 不要啊 莉莉 莉莉我爱你啊 我喜欢死你了 你起开 不骂 莉莉是峨眉微醋 虽然不乐意 但是声音里仍然不失媚态地说 等登记了 举行了婚礼 我才答应你 尽管这金老板心里啊 像是有猫爪在抓脑一般难受 但是害怕鸡飞蛋打 所以呀 只得往肚里咽着馋爽 勉强地点了点头答应 为了早日能和莉莉结婚 金老板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功夫不负有心人 很快婚礼便举行了 送走了宾客进了洞丧 金老板望着袖色可餐的新娘 当她迫不及待地替她宽衣解裤的时候 新娘却微微翘起了小嘴说 我已就是你的人了 你猴急什么呀 难道就这么结婚了 但你还要我买什么 你尽管说啊 新郎财大气粗地说道 哼 谁要你买 从今儿起啊 我就是你老婆了 你呀 应该把你的家底都告诉我 厉害呀 金老板正住了 可她毕竟是混过江湖的老油子 女人可是见得多啊 她总会在经济上留一手 前一个女人就是因为想讲管经济大权 金老板一怒之下就跟她离了婚 此时金老板皎洁地转了一刹小眼珠 打起了哈哈 嘿嘿 你看我这个人啊 赚得快 粗手也大 所以这存款嘛 也不过就三四万而已 妾 谁相信啊 你是服装街上公认的首富 你就骗我 你不喜欢我 哎呀 莉莉啊 我是名声大 敌人力空啊 咱不谈这些事 我们跟你亲热亲热吧 不嘛 杨莉莉从新郎的腿上跳江起来说 你不把家底告诉我 我就不让你亲热 嘻嘻嘻嘻嘻 那就由不得你了 你都是我老婆了 金老板狂笑着 将娇弱的身躯掀翻在床上 第二天啊 杨莉莉一改同金老板相识阶段的柔情 开始对金老板管头管脚起来 每天的营业额必须让她过目 外出进货必须让她陪伴左右 上管子必须争得她同意 尤其令金老板恼火的是 只要跟别的女人讲上几句话 她就会立马横在两人中间 弄得人家是难堪的下不来台 自由自在惯了的个体老板 哪里受得了这一般管束 不过一个月左右 金老板就铁青着脸 暴跳如雷说道 一婚 吵到你这样的女人 可他们算我瞎了眼 杨莉莉却冷冷地说 好啊 离婚可以 可是我的青春损失费 名誉损失费 你如何赔偿 其要你同意分手 这都好说 还有 杨莉莉拉长的声调 这家庭财产如何分割呀 法律规定 夫妻是有平等权利的 你 金老板这才意识到 同杨莉莉结婚是中了圈套呀 同时她又暗自信心 自己只是漏了家底的一部分 罢了罢了 破点小财 离了核算 她当即表态 我的存款一人一半 拉两万赶紧走 不算少了吧 一听说她给两万元 杨莉莉简直是心花怒放了 她无心探究她的全部家当 心满意足的同金老板 办理了离婚 这一天呀 离杨莉莉新婚百日 还差三天 妻开得胜 杨莉莉是干劲倍增啊 她频繁地进出美容厅和发廊 精心打扮修饰 时髦地俨然成了一位仙朝的摩登女郎 她触没于高档的咖啡馆 卡拉OK 舞厅 精心物色着下一个目标 得亏她是有着厂办幼儿园教师能歌善舞的功底 杨莉莉在这些娱乐场所里 真是如鱼得水 在自娱自乐的卡拉OK 她唱了一首婉约动听的爱情随着感觉走 这足以引人喝彩呀 在舞厅里她随舞伴翩翩起舞 贤淑的舞步 柔美的舞姿 娇嫩的颜容 实心的服饰 这就使她很快成为了舞客注视的曾心 舞场中的皇后 1992年的初春 有一位气度不凡的40岁左右中年男子 有礼貌地走到她面前 操着一口带有浓郁乐腔的普通话 邀请她跳舞 杨莉莉协调了广东客一眼 注意到了脖子上粗大的项链和无名纸上的大方剑 她眼处流转了一番 稍稍矜持 就欣然英语了 两圈转下来啊 杨莉莉使劲了妹宫 就摸清了她是一个专做电线电缆生意的个体老板 每月来往于广州上海两次 于是她就决心 紧紧抓住这个肉头很厚的对象 约会 跳舞 两人的感情是直线上升 这天狂舞了以后 王老板邀约杨莉莉小姐同需自己下她的宾馆吃夜宵 酒足饭饱之后 王老板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汹涌的新潮 吐露着一个人独宿一厢宾馆的孤单与寂寞 她恳求杨小姐能够陪伴她度过漫漫长夜 杨小姐一听啊 秀眉一条 满面温色地说 王老板 你把我看成是那种语人了 哎呀呀 不要误会呀 我是真心喜欢哪 我起早会向哪求婚的啦 王老板是赶紧陪着笑脸 向我求婚 哼 我可不敢刀攀 我不能让你当个重婚的罪名啊 杨小姐是话中有话呀 王老板 王老板心领神会 急忙表白 这个哪放心啦 我回去啊 就跟他雷婚 杨小姐笑着说呀 你们男人哪 说的呀 比唱得还好听嘛 王老板信誓旦旦 雷要相信我啊 我要是骗雷 我就不得好喜呀 哎呀 不许你这么说 杨小姐伸出玉手 捂住王老板的嘴 身体也顺势靠了过来 不过啊 口说无凭 你有什么凭证给我 证明你的真心实意呢 听到这儿啊 王老板笑了笑 醉糊糊地拍了拍公文包说 嗨呀咔咔 我借雷呀 有三万元信金 我要是下次一回来 不要你看到雷婚须 得三万元就归哪啦 杨小姐听到这儿啊 是心花怒放 赏了她一个最新的甜吻 王老板是乐乎乎的 将杨小姐搂进了 她包租的房间 一个月之后 王老板满面春风地 从广州飞回来 她真的跟老婆 办妥了离婚手续 呀 你可真行 杨莉莉十分佩服 或许是在信头上 王老板一甩手说 小易C拉 尚妾作为凭证的 三万元情 就给你一把 结婚用品吧 杨莉莉虚情假意地说 不用啊 你给了我那么多 以后做生意 资金短缺了怎么办呀 嗨嘿嘿嘿 做生意 还在乎借点积金吗 手里没个洗一万八万 做得了成磨腥一蓝 王老板财大气粗地说着 这无意中啊 就套出了王老板的家底 杨莉莉心里 简直比喝了蜜糖还甜 于是她就开始观察 王老板的脾性侍候 思索起对付自己 第三任丈夫的计策来 终于啊 杨莉莉发现 丈夫的吃醋心理 特别地重 心里面啊 立即有了厨艺 她开始打扮的花枝招展 早出晚归了 常常是深夜方规 不仅将丈夫的指责 当作耳边风 而且还阵阵有词地说 现在都是开放时期了 出去找各版男友 跳跳舞 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话呀 可是气得王老板 是暴跳如雷 反正闲散在家里 有的是时间 杨莉莉就开始 模仿起男子的口吻 开始给自己 编写起情书来 内容尽是些炙热 肉麻的字句 足以打翻丈夫的粗钢了 一封编着一封 或是忘记在梳妆台上 或是跑远点 从邮局往家里寄 妻子存心 要让丈夫看到情书 那自然就会落到 王老板的手中 丈夫读了那些 令人恶心的情书 直气得是脸色发青 责问 暴跳 怒骂 是避免不了的 面对发狂的丈夫 妻子的脸上 竟是无一点聚色 依然是轻描淡写地说 你何必要吃醋呢 人家喜欢给我写情书 我有什么办法 哼 苍蝇不叮魔风的大案 雷争争紧紧的 谁敢颠裂写情书啊 雷听吼啊 我要你今后待在屋里 你要去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 我都供着理 走贼的话 我就跟你离婚啊 离婚 杨莉莉心里是暗暗发笑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了 为了趁热打铁 逼丈夫提出离婚 她便顾及重施 编造了一封足以期婚 王老板的约会信 写完之后 她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 随后便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到了傍晚 她描眉眉 涂口红 精心打扮了一番 趁丈夫还没回家的时候 将信朝门口一丢 像是匆忙中 遗落在门口一样 便赴约会去了 在外面游荡到深夜 杨莉莉才慢吞吞地回家 开锁进门 满屋的烟味便扑鼻而来 王老板铁青着脸 瞅着闷烟 一见到妻子布满了红韵 洋溢着喜气的翘脸 历时是怒得拍案而起 错 你到什么地方去玩 莉莉满不在乎地说 我有个男同学 约了我看场电影 她故意强调了 男同学三个字 我呸 雷几个不要灵的东西 什么男同学 是男朋友 男拼头啊 王老板扬起了 约会信 喉叫着 是男朋友怎么样 叫不交男朋友 是我的自由 许你在外面 寻花问柳 就不许我找男人开心开心吗 她也是毫不留情地 继续刺激着 促性大发的王老板 这招棋啊 是真的灵 王老板的肺都气炸了 浑身颤抖得厉害 雷 韩尔 雷叫我滚 哼 叫我滚 没那么容易 妻子欲情故纵 雷开的价钱 我不能为别人养子你呀 王老板无奈地说着 1992年7月12日 他们总算是达成了协议 这次离婚啊 杨丽丽拿到了6万元 尝足了甜头 杨丽丽便快马加鞭 1992年10月1日 她又闪电似的 与一位富有的建筑包工头 结了婚 可是这回呀 算是钉头碰上了铁头了 温老板是个既想享受美色 又想少花钱的吝啬鬼 婚前呢 她尚能买些小离婷 取悦这位令人欣仰的小美人 可是婚后就圆形毕露 惜财如命 杨丽丽提出要合进口的化妆品 翁老板眯缝的眼睛 嬉皮笑脸地捧着她的翘脸说 买什么化妆品呀 我最爱看的就是你的天然美色了 嫁了这么个吝啬鬼 杨丽丽是真的懊悔莫及呀 苦恼之余啊 她便思量着妙计量策 惹她生气 急她提出离婚 终于杨丽丽是想出了一条 自明得意 对症下药的良策 她吝啬 我偏叫她破财 她不肯的话 我就吵得她不得安宁 于是啊 她今天要丈夫买项链 戒指 明天又要买进口时装 一会儿要她买高档的床上用体 一会儿呢 又要她更换新颖的家具 可是这个翁老板偏偏涵养功夫十足 不是说将就点吧 就是说呀 过段时间再点你买 糖色加拖掩 这就是翁老板对妻子打哈哈的法宝 丈夫的态度 真令妻子是哭笑不得 气脑之下 杨丽丽充口说 哼 算我是瞎了眼 跟你这个小气鬼生活在一起 实在没滋味 我看我们还是分手吧 翁老板仍然是嬉皮笑脸地说 嘿嘿 要离婚啊 没这么便宜吧 这结个婚我花到不少钱 我还得好好享受享受你的美色呢 这话呀 差点把妻子给期婚了 碰到了这么一只笑灭虎 这么一只老狐狸 杨丽丽气脑之余啊 简直是有点束手无策啊 然而颇有心机的女人 岂肯就此败北呢 她一不做二不休 开始在鸡探里挑骨头 吃饭的时候嫌菜不好 摔碗掉快 睡觉时候愿枕头太硬 而摔到床底下 丈夫从工地回家晚了 就骂她在外面有女人 反正是天天惹事端 引诱她发火 可是这翁老板呀 是偏偏任你大吵大闹 就是没有一点火气 1992年11月7日 杨丽丽找到姚永兴 两人合谋出了一个狠毒的计划 1992年11月11日晚上 杨丽丽在家灌醉了翁老板 然后招呼出躲在门口小巷的姚永兴 两人就这样勒死了翁老板 并且连夜把尸体运到了姚永兴的祖宅里面 埋了起来 第二天天一亮 她就假装到处寻找翁老板 第三天呢 杨丽丽就去公安机关报案 说是丈夫不见了 可是这只是包不住火她 警方多方调查真相大白 这一回呀 她是落了个偷鸡不成十把米的下场 还害了曾经的恩爱丈夫姚永兴 1993年5月 杨丽丽被州口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姚永兴被判处无期徒刑 第二个案件 高知医生卷入婚外情 处女情节要了两条人命 她本是一名优秀的医生 在即将成为部门科长时 婚外情发生了 她休息再娶 前妻后妻经常在医院里短兵相接 她也因此呢 身败名裂 之后呢 不愿意证实现实的她 远走他乡 性格也变得十分残暴 在爱上一个小姐之后 她竟然丧心病狂杀害她的双妻 并且隐瞒了八年 一个前途无量的医生 为何要残忍地杀死两个人 她是如何瞒天过海的 又是什么原因 促使她下定决心自暴埋藏在心底 八年之九的秘密呢 李旭源是辽宁省恒仁县医院预防保健科的一名医生 她业务能力很强 曾经连续多次被评为院里和县里卫生防疫先进工作者 单位领导对她十分器重 也曾经推荐她参加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并且有意对她进行提拔 看到丈夫的视野如日中天 妻子主动承担了所有的家务 他们既是同事 又是未孝时的同学 婚后生有一儿一女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刻周末 在几个朋友怂恿下 李旭来到一家夜总会 第一次去那种地方 她紧张得双手都不知往哪放 朋友们都笑她是刘姥姥出镜大观园 受了那次刺激 为附庸时尚 她常常和朋友们出入歌厅 酒吧 舞场 并且成为那里的常客 也先后呢 跟很多女人发生过关系 1994年春节前 李旭单位搞了一场迎新春联谊舞会 与同事跳完几曲之后 略感疲惫的她回到座位上抽烟 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位年轻女人 她个子有一米六五左右 披着一头齐尖的直发 黄色的紧身上衣 把她的上身曲线 恰到好处地给凸显出来 李旭一直在暗中盯着她看 越看是越觉得喜欢 两人也很快呢 就打得火热 让李旭意想不到的是 这颗叫王慧的女孩 居然是个处女神 王慧完全陶醉在爱情之中了 把李旭视为情感和生命的依托 半年以后 王慧怀孕的消息被李旭的妻子知道了 愤怒的妻子跑到院领导那里告状 而恼羞成怒的李旭把一个药瓶朝妻子扔去 击中了妻子的眼睛 经过了这场打闹 他们的婚姻拓联了 并且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五个月之后 李旭就与王慧结婚了 婚后她每天忙于单位工作 把照顾一双儿女的琐事 留给了19岁的王慧 看到满脸稚气的王慧挺着一个大肚子 有条不紊地做一些成年女人该做的家务 李旭十分地满足 转眼间暑假到了 两个孩子要到妈妈那儿 王慧便把孩子们的衣服 一件一件找出来给他们戴上 临走时还嘱咐他们说 不要太贪玩了 做好老师布置的作业啊 当晚快要下班时 李旭接到了妇幼保健站汪站长的电话 说王慧要分娩了 当她赶到医院时看到王慧一脸无助地躺在床上 见到她的时候 王慧紧紧地搂住她的脖子 大声地哭了起来 就这样 李旭的第三个孩子就出生了 是一个男孩 产假休完之后 善良的王慧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他妈妈家 他说这样会有更多的时间 照顾李旭和另外两个孩子 王慧的行为让李旭非常感动 他发誓今生今世都不会离开他 转眼之间两人在一起生活两年多了 感情越来越好 孩子们也在她的关爱下一天天成长起来 有一次单位通知要开会 李旭没吃早饭就匆匆赶到了会议室 医院里面五百多名职工 都在听院长总结前半年工作 忽然一阵敲门声把大家的注意力打断了 门开了 注目睽睽之下 王慧一手拿着油条 一手端着牛奶 当着李旭前妻的面把东西放到了她的面前 并且让她趁热吃饿 见此情景 一位同事开玩笑地说 嘿哟 这还是小的比大的吃到疼人呢 这李旭的前妻再也坐不住了 她上去对着王慧就是一巴掌 可是就这样 本来前途光明的李旭身败名裂 只好向单位提出辞职 此后的李旭把本该自己承担的责任 迁怒于王慧的不懂事 并且因此不再理睬她 1996年6月 心情烦躁的李旭在单位办理交接时 手机突然响了 电话是一个开舞厅的朋友打来的 他说 我们舞厅来了一个丹东小姐 讲得可带劲了 你赶快过来开心开心啊 李旭连忙说 那感情好啊 你一定给我留着 到了晚上 李旭搭车来到离县城十多公里的雅和歌舞厅 进门他就大声喊 我说哪位是从单东来的美女啊 开舞厅的朋友走过来说 实在对不起啊 他正在陪别的客人吃饭了 李旭立刻火冒三丈地大骂起来 还霸道地从那位客人的桌上 将单东小姐给拉了出来 领进了自己订好的包厢 李旭要了酒菜 和他边吃边聊起来 得知他叫张静 是宽店牛毛乌人 为了逃避婚约才出来干活的 席间呢 张静低眉顺眼地坐在李旭的旁边 默默地为他夹菜和倒茶 在他海撩山坎之时 他一直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李旭 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 这就让他的心里十分地受用 李旭说了许多同情和赞美张静的话 他也回敬了不少让他心惊动摇的甜言利语 当晚呢 两人就住在了一起 自那以后啊 李旭不允许他接客 为了见面方便 死去工作的李旭在雅河税收站 挑了一个活 这样和张静就能够长住在一起了 半年以后 李旭如愿以偿地与王慧离了婚 拿着自己多年积攒的钱 跟随张静来到了他家 一开始的时候 张静一家人把李旭当作坐上宾看待 尤其是张静对他无微不自的关爱 更使他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但日子一长呢 李旭还是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严峻 这就使他渐渐生出了一种惆怅和失落感来 张静的爸爸 时常在他面前旁敲侧击地讲 如何建房子 如何借钱的话题 他其实也希望帮助他们建一所新房子 可此刻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因为一年到头 凡是张静家用钱的地方 他都必须出血 渐渐的 他的钱也用得差不多啊 而张静的爸爸 却常常为一些鸡毛散皮的小事 和他发生口巧 越发使他觉得 在这个家里抬不起头来 1998年正月初二 是张静爷爷的生日 他去给爷爷祝寿 李旭没去的原因 是张静的亲戚 大都住在山沟里 最终日子 他如果去了 肯定要在他们身上花很多钱 张静的父母闲员 也都没有去 正月初三吃晚饭时 张静的爸爸边喝酒 边对李旭说 你如果有钱啊 就把我们的房子买下来 如果没有钱 那就和张静搬出去住 而张静的妈妈 在一旁为他们求情说 孩子们也挺难的 就先住在一起吧 张静的爸爸立刻火了 冲李旭说 我跟你说 我姑娘 不能让你白玩之后 还得到达 李旭忍不住了 细分地说 好 你弄个价钱出来 我明天回家顶雪 房子连带所有的东西在内 总共是一万八千三百元 张静的爸爸 不留任何余地地对他说道 初四早上 李旭心事重疼地离开了张静家 他坐车来到了宽店长途客车站 探到车站里 到处都是串亲戚的 他越发感到孤独和慈悲 县城这么大 却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 再说他回到恒人 找谁要钱呢 父母和兄弟姐妹 曾经多次劝他 和第一任妻子复婚 可他就是不听 临走师还说了不用他们管 就是要死 也要死在宽店的话 现在怎么还有脸回去要钱呢 第二任妻子叫自己打成那样 他心里一定恨死了 想着想着呀 他也不禁泪水长流 就在大街上 漫无目的地转悠了整整一天 晚上六点半 李旭返回到张静家里 张静的父母正在吃饭 看见他回来了 张静的妈妈赶忙下地拿了碗筷 饭桌上 张静的爸爸瞅都没瞅李旭 脸色难看地问 拿回来钱没有啊 李旭说道 没有 接着呀 李旭就低声下气地 把自己为什么没回家 取钱的苦衷说了一遍 张静的爸爸一听就火冒三丈 把手里的酒杯往地下一摔 指着李旭的鼻子就破口大骂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这一秒挖着我姑娘 另一秒还想载着我们家田野 拿不到钱 你现在只给我滚出去 李旭也被激怒了 他站起来吼道 我偏不 我就不走 你等钱卖棺材啊 这时张静的爸爸从炕上跳下地 跑进厨房 李旭以为他要拿刀呢 可他却从炕灶里抽出一根带火的木棒 就朝李旭打了过来 李旭用手一挡 正好打在他的右腕上 挤昏了头的他呀 顺手把放在墙边的一把斧子拎起来 朝着张静的爸爸 仰面就劈了下去 就这样 老人倒在了地上 看到这种情形 张静的妈妈就往外跑 李旭趴他出去外面喊人 一把将他的头发揪住 从窗台上抓起一根绳子 勒住他的脖梗 然后一斧子也砍了下去 此时呢 张静的爸爸眼睛忽然又睁开了 吓得李旭又给他补了几斧子 确认他们死了之后 李旭将两人的尸体 扛到院子一个废弃的菜窑子里面 只好回到屋里 他将杀人现场打扫干净之后 就上床睡觉了 可是他怎么也睡不着 心里是一阵阵的惊慌 这时啊 他才觉得后悔了 李旭开始绞尽脑汁地想 该如何蒙蔽张静和他家亲友 不知不觉间 急叫了 李旭穿好衣服 再次下到菜窑子里面 把两具尸体摆葬停走 然后把窑子上边的横幕撤了下来 上面的土呢 就自然地堆了下去 埋住了尸体 回到屋里以后 他又将杀人现场打扫了一遍 在确认万无一失的情况下 李旭去了青山沟 把张静从他爷爷家接了回来 路上他对张静说 你爸妈去东港打工了 房子让我给买下来了 因为此前张静的爸妈 曾经念叨过要去东港打工 所以他并没有怀疑李旭 晚上张静的舅舅来家里唠嗑时 无意间说起 好像在车站看到他的姐姐和姐夫 李旭知道 他肯定是看错人了 但是他的这番话呀 无意间是帮了李旭的大骂 让张静和他家亲友 对李旭编造的谎言 确信无疑了 虽然暂时骗过了他们一家人 但是李旭却无法面对 长相酷似他妈妈的张静 总是下意识地疏远他 敏感的张静 似乎也能感觉出李旭的冷淡 提出要到宽店县打工 如果要是搁在以前 李旭肯定不会同意 可是此时心虚的他 却是连连点头 为了给张静和他家亲友 造成他爸妈还活着的假象 几个月后 李旭又跑到了东港 以张静爸爸的名义 往他难救的邻居家 打了的电话 他捂着嘴说 我是张刚啊 我现在在东港海洋红打工 还包了一个船 过得也挺好的 麻烦你帮我转告一下我家人 别让他们老惦记着我 后来他又先后两次跑到东港 嫁借张静妈妈的名义 给张家去了两封信 第一封信是劝张静 好好跟他过日子 以报答他对他们家的恩情 因为他把多年积散的钱 全都花在了他们一家人身上 而且也没少帮他们家干活 在信里啊 还提到让张静的舅舅 把欠张静爸爸的几千元钱 托他带给他们老两口 第二封信啊 写的是老头子在东港生出了花心 有了外遇 我要在东港监视老头子 还让孩子们不要再认这个爸爸了 全当他死了 就这样 李旭不但贴得张静和他家属的信任 而且还凭空赚了几千块钱 为了做得逼真形象 李旭还曾经装模作样地跟别人说 前不久啊 张静的爸爸回来找我要钱 我没有给 他就骂我 我是看在张静的面子上才没有动手 下一次绝对不行了 这个人太没人性了 那么好的岳母都不要 偏偏要在外面找一个野花 1999年元旦 李旭从朋友那里听说张静在外面打工期间 又出了一个男朋友 他感到肺都要欺诈了 当即搭车来到了宽店县酒店 找到张静并且领回了家 他逼着张静跪在地上 顺手抄起一个带刺的木板 就往他头上身上抽去 只打到他没有了力气 打完之后 张静的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 还去县医院把左手缝了六针 七天之后 张静要到县医院拆线 临走之前面带愧疚地对李旭说 李旭 你为我抛弃李子 我即后一定跟你好好过日子 你不用整天看着我 我一个人去医院就行了 晚上你早点到车镇来接我 他相信了张静的话 可是谁知他这一走 就是无影无踪 李旭知道 张静的舅舅一定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可是肯定不会告诉他 思来想去 他就想出了一个逼张静回来的方法 他再次来到了东港 给张家的邻居打了个电话 自称是张静妈妈的房东 说他妈妈死了 他爸还跟别的女人跑了 然后让邻居转告张静的亲属 来处理后事 当张静的舅舅 把他姐姐去世的消息告诉李旭时 他装作十分吃惊 随后就把张静家所有的亲属都找来 商量如何将尸体运回来 他对他们说 这事情不简单 主要是钱 你们想一想啊 医院治疗费要一笔钱 仪式受医还要一笔钱 车费入费这些 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 一提到钱 所有亲友都面面相去 谁也不出声了 有一个人对他说 医院母对你那么好 你条件也比我们好 还是你去吧 这不正是他想要的结果吗 于是他便顺水推舟地说 那好吧 那也只有我去了呀 第二天 李旭带上早已准备好的两根猪骨头 来到了宽店殡仪馆 先花了八十元钱买了一个骨灰盒 然后跑到无人处把猪骨头烧成灰 装进了骨灰盒里面 回到张静家后 一位邻居老太太看见骨灰了 她有点奇怪地说 哎 我老伴的骨灰都是白傻的 你岳母的骨灰 最怎么是黑傻的呀 而且骨块也这么大 她强装镇静地说 大姨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按照迷信的说法 这死人到了阴间区啊 得重新听块好骨块 太岁了就不好听了 所以我就给火化工塞了钱 让火化工把骨块烧得大一些 这番话说得周围人士连连点头 一直夸他孝顺 当着张静亲友的面 他把骨灰盒埋在了地下 而且同时呢 也埋下了自己的罪恶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张静仍然是没有回来 但他托人带信给李旭 感谢他对他妈妈所付出的一切 说将来一定会报答他 这下李旭算是死了心了 因为他知道 张静再也不会回到自己身边了 2000年4月 李旭把张静家的房子 卖了3000元钱 然后来到宽店县城租了房子 开始学做生意 可他毕竟是杀了人了 那段时间一听到外面警笛长明 他被青筋肉跳地 用被子将头蒙住 白天别人多看他一眼 他的心呢 都会条件反射地抽动一下 为了消除内心的恐惧 他便更加醉生梦死了 只要有点钱 就会去玩女人 如果手头紧呢 他就会连片带偷地 弄钱去玩女人 苍天有眼了 作恶多端 总是会得到报应的 2005年1月17日 李旭因为涉嫌诈骗 被公安机关依法批捕 同年11月 被法院判处有机徒刑9年 在宽店看守所里 他几乎每一夜 都会做着不同的噩梦 一会儿看到张静的爸爸 血淋淋地站在他的面前 眼睛露视着他 一会儿又看到张静的妈妈 疯了般揪住他 嘴里还不住地喊着 还我命来 还我命来 每次惊醒后 他都是冷汗淋漓 再也无法入睡了 终于不堪精神折磨的他 病倒了 被送到了宽店县医院 探守所的管教 得知他的病情以后 立刻放弃家里的事情 来到医院陪护他 管教楼上楼下取药 把饭 还买来了水果 这个时刻 感动的泪水 从他眼角里流了出来 管教对李旭越好 他越是难受 他想起了张静的妈妈 对自己像儿子一样的关心 可是他呢 却亲手杀了他 内心的良知 像睡尸一样醒了过来 用力尺来啃咬着他的心 使他一刻也无法摆脱 良知对自己的追杀呀 他曾经试图想去躲避他 或是去战胜他 但他却是无处不在 和战无不胜的 经过内心反复 而又激烈的斗争 他终于向看守所的大队长 缩出了埋在心底 八年之久的秘密 坦白完最醒 他的心头好像拆掉了一座大山 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秦松吗 他终于可以躺在监视的地板上 踏踏实实地睡觉了 李旭知道他的罪行 足以被判处死刑了 那可是两条人命了 但他却并不后悔 说出了八年前的罪行 费人员 费人员 费人员